就是你可以把真心話告訴他 然後如果他不接受 他說他沒有 我就是要這樣 我就是要這樣 我沒工作 我又不想生氣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那派出剛才分手好不好 對啊 那就很有理由分手 對啊 他還不分手 那要幹嘛 男朋友對於工作沒有目標 感覺沒有未來 沒有目標還好吧 你也沒有目標 對啊 那他有穩定工作嗎 如果他有穩定收入 穩定工作 那沒有目標也沒關係 還是他沒有穩定收入 也沒有穩定工作 然後也沒有目標 然後又寄生在你身上 那就蠻危險 那就很危險 那你真的要 噴點 沒有把它噴點 哈哈 還是你是上流 你是上機身上流 沒有啦 如果他會影響到你的未來 坦白說 這樣的人 最好不要跟他吸手攻度 一定會沒有未來 這種就是設個停損點吧 我覺得要 就是他可能 可以先溝通 再來就是停損點 給他一個限期改善 就是說你希望可以跟 怎樣怎樣的人 繼續走下去 但是 如果他已經穩定工作 那 maybe他就想要 當一個穩定的人 那也沒有什麼不好 你要去溝通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就是不喜歡 穩定的人好了 對啊 因為講他不適合你 對 他就不是你喜歡的人啊 因為我男朋友也沒有什麼規劃 也沒有什麼未來 可是我男朋友很穩定 對 沒錯 可是我男朋友是我老公 我老公很穩定 可是我老公坦白說 真的 請問你老公說 欸 請問你的目標是什麼 他就會說不知道 嗯 等一下隨便 隨便 嗯 他就是這種人 對啊 因為我前陣子談話說 今天不定2020年 新目標是什麼 Oh my God 不開心 天秘啊 Oh my God 我告訴你 應該 有出面 是有了不起的吧 2020年有什麼 新願望跟目標嗎 啊 該不會沒有吧 沒有耶 可能出點片吧 有出片就 請老年寶優了 哈哈哈 但我覺得平穩生活也很棒 所以就像你講 一種情侶一種活法 啊如果你真的受不了 那就表示你不適合 而且我覺得情侶 不要把自己的目標 或者是自己的理想 套用在另外一個人身上 你男友怎樣怎樣 那是他家的事情 你要先把自己顧好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 很有目標 還有想法 很有理想的人 那你就去做是這樣的人 那男友不是這樣的人 就無所謂 反正有一天 當你到了某一個境界 你就會發現 天啊 這個人我完全不行了 那就會受 因為你現在就放不下嘛 欸 我跟我男朋友 其實就是這樣子嘛 因為你男朋友很有參與心 然後我們的組合是 我很有參與心 我男朋友就是想要安安穩穩的 可是有一個好處是 你一直在前面往前衝 你轉頭回頭 看著說永遠有一個人在那邊等你 那也沒有什麼不好啊 可是我很好奇 這個女生的立場 不知道是什麼 他是覺得 他可能 maybe他想結婚 然後如果他結婚以後 他覺得他可能就不用工作 在家裡 做好家裡的事 所以他希望另外一半可以跟 怎麼樣嘛 哦 這個真的不行哦 那如果這樣就不要這樣 這樣不行 因為你會受不了 而且我說真的 拜託女生不要把 未來的理想的目標 放在另一半身上 我跟你講不只另一半 另一個人身上都不要 因為靠沉沉懂 看沉沉 看沉沉 靠自己最好 對 真的是靠自己最好 而且你靠自己才要選擇權啊 對 因為我就是很討厭 今天寄生在一個人身上 你都要聽他的耶 那哪天不高興還要配合他 因為我跟你講 我以前很沉的時候 我就是常常要靠我男友 然後我男友就 因為我跟你講 我跟我男友聊過 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呢 我前陣子有很認真 跟大家聊過一件事 我就說你有沒有覺得 這兩年我改變 而且我變得非常多 然後他就說有 因為以前我會非常聽他的話 因為我比他很兇嘛 就要靠他 救濟 就是吃他的用他的 吃他的用他的 然後趕緊出去吃飯 都是他請客 比如說一起出國 我就會覺得 他幫我出機票錢 他幫我出飯店錢 那我就要幫他規劃好薪水 訂好飯店 我要幫他幹嘛幹嘛什麼之類的 欸 因為很懶惰好嗎 我也吵吵會做這些事 好嗎 所以現在當老娘就是可以出錢了 我就會覺得 蛤 我還要幫你做這件事 我煩不煩 我煩不煩 就常常會會給他有一些新的爭執 我就會覺得 我不想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轉變的開始 因為我就開始告訴他說 其實我也不喜歡做這件事情 你不要以為我會喜歡做這件事情 我以前願意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覺得 你幫助我很多 我覺得要給你一些feedback 可是不代表我喜歡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我們現在可以平等一點 不幹嘛的 這就是我們這兩年開始又要 但是我們新的磨合期 對 付出 他有各式各樣的付出 你要得到就要付出 也許你今天不用付出金錢 但你可能要付出勞力 或者是付出 犧牲你的自由 犧牲你的一些東西 那你就自己去權衡 你想過什麼樣的日子 但我覺得這個人應該也不是 我覺得這個人單重過問題 他就是他也很有上進心 他也是用另一半有上進心 對 可是我覺得不需要這樣 因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我覺得不需要 我突然想起來一個很happy的例子 我有一個以前的同學 非常的有上進心 然後我非常替客戶著想 他的男朋友也是他們同一個營業所的人 所以他就覺得他們兩個要一起往前 你也知道保險非常的正向 對 可是他男朋友其實根本不是這種個性 他男朋友就是想要有穩定收入就好 然後我那個同學他就覺得 他男朋友怎麼可以這樣 沒有上進心 結果有一天 他居然打電話給我哭訴說 一個男朋友 殺了他 他逃命連夜逃出他家說他男朋友要殺他 因為他男朋友覺得他長期被他女朋友 就被我同學精神虐待 一直逼他 因為我同學就一直 對 半夜還會叫他起來說 我們就想要這邊要這邊要 我朋友就瘋子了 結果你看 他們兩個最後長期下來要失衡 他說他男朋友很奇怪 原本都很正向很積極 突然在某一天喝醉酒想殺他 然後原來就是因為 他長期被他壓抑 所以你不要想著去強迫一個人 關係如果太不對的 有一方太過忍受 那個最終是會爆炸的 所以我覺得你們也是 算是為了自己好 對 真的不要勉強 因為你可以把真心話告訴他 然後如果他不接受 他說沒有我就是 我就是要這樣 我就是要這樣 我沒工作 而且不想正經 怎麼樣怎麼樣 好那拜託趕快分手好不好 對啊 那就很有理由分手 對啊 你這樣還分手那要幹嘛 因為他也會找到他屬於他的人 對啊 OK 下一題 我跟男友在一起六年多 卻不知道他到底愛不愛我 感覺他也沒有要求婚的意思 為什麼不知道愛不愛我 跟求婚是兩回事 跟求婚是兩回事 我也覺得跟求婚是兩回事 可是愛不愛你一定感覺出來耶 因為我今天才跟泰拉在聊一個問題 我說 欸 你這麼愛看帥哥 而且沒有看到一個帥哥 真的帥到 就是我覺得 天啊 完全就是現在可以拋棄老公 直接跟他在一起 這樣嗎 然後就說 沒有 你自己講好不好 他就說沒有 因為那個他老公分數太高 分數不是指外在分數 而是我老公的一切 綜合分數 綜合分數 他就這麼高啊 那我幹嘛要拋棄一個 這麼高分的人 對我這麼好的人 我今天怎麼可以看到一個 我覺得很心動的 我就立刻拋下他 除非你真的遇到的那個人 分數真的高到不行 我就是拋下了六年的感情 然後全都是爛東西 在一起 啊 你失敗了 坐在一起就是一個月失敗收場 在那段感情裡面 我卑微到不行我 沒有一刻可以感受到他對我的喜歡 我在那一次分手之後 然後那天還下著大雨 我就發誓 我再也都要讓自己 淪落到這種悲劍的地步 所以你發誓的時候 本來還對上天大吼吧 我對我還在大吼聲 我沒有在那天發誓 但我有淋雨 哈哈哈 我有淋著雨 然後就在雨中這樣 然後就背著我的行李 然後淋雨然後哭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鐵屁啦 沒有意思 我現在跟自己發誓 我就這樣 但我跟你說 如果另一半愛不愛你 絕對感受得到 就是他凶你 可是其他時間 你都還是可以感受到他好愛 對 沒錯沒錯 就是我跟我這樣 那麼愛嘲笑 你還是可以感受到他好愛你 會比熱戀起的時候少 但是一定感受得到 一定會少的啦 對不對 有變少的人吧 不會啊 怎麼可能 跟熱戀比喔 不是跟別人比 我覺得有少一點 一定有少一點 因為今天我們錄影的當天 他男友居然要收假 然後以前只要他哪有收假 居然不一定是不能跟我們一起 那天不可以 明明就沒有 工作都會先排好不好 沒有沒有 可是像這種錄影嘛 就是額外突然有一個bonus的時間 對 因為我們今天本來早上越好要錄影 那他就是原本就訂好了 然後錄完影之後 我們昨天就突然第一次說 阿不然我們沒事 我沒事我們要錄了toto 對 如果是以前熱戀起 他就會說 然後他就會放假 沒錯 結果他居然都沒講 一直到剛剛 我們在訂晚餐的時候 他說他男友一起來吃 我說他今天要休假 他怎麼一跟我說 還好吧 我們是要錄影嗎 你變了 沒有不是 這是兩回事 我跟他熱戀還是一樣熱戀 可是我覺得一起錄影這件事 也很重要 喔 因為今天就 好 好 所以這個兩回事 其實因為我常常都抱怨說 我們都沒有 女友 女友 男友 男友 你就是求婚 我跟你講 我現在人生已經看淡這件事情 因為我跟你說 雖然我不是男性 我也不能理解說 到底為什麼男生 不求婚 但是呢 這個社會很奇怪 為什麼你不要男生求婚 如果你很想結婚 你就告訴他你很想結婚 然後原因是什麼 如果他說他不要 那你們就是去溝通 我覺得就是看你覺得結婚這件事 到底這麼重要啦 就是有比你們兩個在一起還要重要嗎 如果有那你就分手 因為他就是沒有要結婚 而且結婚很麻煩 我現在都不敢很大 我之前也有被網友罵多 因為有一次我就說 我老公都一直沒跟我求婚 然後網友就在底下說 他沒求婚你不會求啊 對啊 為什麼你要老公結婚 對 我跟你講 我認真來告訴大家 是虛榮欣的部分 可是其實是我問我老公 不會結婚的 對 我想要一個儀式感 你們知道我這個人 就是在乎儀式感 真的沒有就算了 我頂多就是念個幾年就過了 念個幾年 這也滿久的 那有幾年可以吧 念個算了 誒 至少就念個幾年 我告訴你我十年內氣絕對會消 好強喔 誒 你們現在看到我老公分數有多高了吧 就是他即便沒有那麼想 他也會配合我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喔 婚禮的籌備我自己負責的八成 因為那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當然是你要負責 對啦 你還要麻煩到 哪有 我遇過我朋友超賤 他說他想要結婚 然後我說那你就結啊 他說扣男人還沒賺到錢 我說啊你是沒有在上班 喔這個很過分 錢賣 我覺得這個很過分 就是你想要結婚 然後又想要辦很快 然後又要男方出錢 很盛大 然後還要男方出錢 都為了什麼 如果這樣你男女一直不跟你求婚 那你就自找了 那你就是活該 沒有我想娶你 他都不會想要跟你結婚 我也不想娶你 很麻煩 還要富裕就一起 對啊 要大聘小聘什麼 可能他就是不想付錢 所以一直不跟你求婚 對啊 因為畢竟求婚是滿可怕的 還有小朋友 我會不會太多了 我會不會太多了 那我會不會太多了 有時自己會不會太多了 感谢观看